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福俊钢时间 福俊钢啊 福俊钢的 然后所有的 然后这个铁铁铁 福俊钢 水表箱啊 都是在这边的好景色 这个时间就是我们的福俊钢时间 我们福俊钢时间现在一年的产值 大概在六千万 到八千万之间 需要人民币是吧 对人民币主要的东西 然后他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的铁铁铁 就是装饰型盖 就是福俊钢的装饰型盖 这是一款第二个东西就是我们的水表箱 现在农村的 然后这种一盖一表的 然后这种改造电表水表 改造都比较多 特别是然后水户集团 他们用的这种水表箱可能 一个项目用的话可能就是几十万套 所以我们现在的 基本上东西都是这种水表箱的业务 是比较多一点 这些都是一些减板机 包括然后折腕机 进行然后这种操作 这就是一台机器一个人就够了 对一台机器一个人就够了 这是凤合水表箱和 浮行浮行浮行水表箱 这是排斥上的问题 这种东西它是叫挂壁式水表箱 它是挂在然后这个墙上的 或者是在然后楼道里面 然后进行安装的 嵌入式的 对对对 我们刚才看到那是地埋式的 是埋在地下的 对对对对 那这种可能就是防水处理 你就没有考虑到那么多了 对 这个材质基本上的东西都是201的 都是201的 厚度的话大概是0.88 0.88 好 它压的这个东西是有卡座吗 它怎么知道伸到多长时间 有有有有 这个东西它是在后面 然后你看一下它是设计好的 设计好的 从那边看的东西 你看后面的设计好的 它这是多少东西它直接带过去 然后直接下去吃完就成 就是水路就可以了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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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哦 它是都过都是征过程序 然后设计好的 这里面不有那个程序吗 征过程序 然后全部设计好的 它只要按照这个 然后走就行了 没办 没办 那这个也是一样的 一样的 这也是折弯 只是这个折弯和那个折弯的 然后它的那个就是宽度不一样 因为我们根据东西啊 它的折弯然后是这个不一样的 感觉这个好像得有个这个三四米吧 有 这个东西它折弯你看它这个那么长啊 对啊 它根据你那个模具 就下面那个桃子那个是模具 是可以定制的 你需要长的 然后你就要转就转 它最长的东西它不能透过 然后从那走到这走 它脚底下还要踩一下是吧 对 因为它踩的过程呢是给它信号 然后要折弯一下的 哦 所以它踩的东西它就两个信号 进出 进出 然后这种一个折弯的 然后这个信号 哦 你看浮秋缸塔桃是用这种气 折出来的 对 塔桃应用很广泛嘛 不仅是水长 好多东西都用这东西 对 刚才我们看的 然后那个看的 然后那个就是浮秋缸的 然后刚才那个就是通过这个折弯 看到了没有 哦 这个东西然后做了一道折弯 做了一道折弯 这块做了一道折弯 然后这里面是口 然后对 然后把它固定 把它固定起来 嗯 这样固定起来就行了 它这口打出来也很光滑呀 对 没有毛边 没有 这个东西是没有毛边的 折弯过了之后 它不存在毛边的问题 小心锁 哦 基本上都是折弯这么折出来的 我感觉你手提一下 这东西还挺重的 对 感觉得需要点比例才行 是的 这是大型的切割机 这是我们大型的 然后这个切割机 切割机 对对对 这是所有这些机装的 那些板呢 都是通过这个大型的切割机 给它切出来的 切过了之后 然后再进行折弯 对 它这是激光的对吧 对激光的 好 这边也是 两台大型的 然后再进行折弯 哇 它这是在点吗 点就是 对 它先自己肘下沉去 然后再切对吧 对 把那个 塑料定一下 对 塑料定一下 然后直接去切嘛 我知道这种切 激光切割机 很贵呀 这才大一台荣案吧 这两台 这两台 那你们这设备 设备了不少钱呀 我们设备总产是 相近两个亿 两个亿是吧 就看这两台 这两台是常理最贵的机器吗 对 这才是新买的 这边在哪 这里面就是重品组装了 组装啊 对 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箱子里面 它要保温 保温的话 全部用这个 然后海绵 然后进行保温的 这里面装了一个保温层 总快我打开一个层 你给你看一下 好 这块东西就是装保温层 就是这里面 然后把这个海绵 然后装过去过了之后 切一个 然后这个保温的 保温的 然后这个材料 好像在北方这个五角床 对 北方 然后它防重吧 进阳 对 它这块里面 然后就我这种保温层 就这一个项目的话 整个是一千七百万套 看着 七万套 七万套就相当于好多小区改造了呀 对 今年整个这个县城城东是大七万套 已经招了两次标了 两次标将近三千四百万 是整个县城的都改造 对 整个县城加农村的都改造 这是模具之间了 这是我们模具机床 就是我们所有的铸铁啊 模具啊 基本上都是在这边的 然后已经做的了 我们看到然后花围面板就是这个模具 这就是它的花围面板 做出来就是相当于把它压出来就是这个 对对对 这个也是经过然后这个鸡床然后给它洗过来的 洗出来过了之后的东西它有两块板 两块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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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前面板 一个是背面板 这个板过了之后的东西 经过我们那个造型机 就会把这个模型给它造出来 然后铁水浇进去就行了 等会我再介绍一下 我能上去踩一下吗 可以啊 没问题 你帮我拍一下我上去踩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它是钢 钢 我感觉很稳 它没有 它边角它根本没有动 嗯 其实我体重也不轻 我觉得 它这是钢 你这个承载力太小了 哈哈 加个汽车也没问题 对 它这个在造型的时候 它的冲击力比它大得多了 哦 看着有点像 这是汽车里面这样的模具 哦 那刚才那个背板就跟那个是一样的 对 就是刚才那个盖子 加上这个背板它就能行动一套了 那它两个是分开压出来的 是两套模具分开出来的 对对对对 然后之后组装起来在一起的 对对对 它不需要组装 它一个上模一个下模 它在做的时候 就是两个一下就行了 哦 模具它有两个模具 一个是上模一个下模 它在压住的过程中 自然而然的 它就把两个模具 然后给它做成了 因为我们知道做一些小型的东西 它好像那个模具呢 是有好几块铁 就是就合起来几层的一个东西 然后把那个小型的东西进去 然后铁压或者什么样出来的 对 这也是好几块几层的那个东西 不不不 它都是一体的 一体的 一体的 哦 那模具是定做的 还是你们机场就是那个 定做的 所有的模具都是定做的 哪怕尺寸 你需要两毫米 可能就是一副模具 我们一会儿要去这个是哪里呢 这是我们的 然后铸造车间 铸造车间 对 我们铸造车间总共有七条生产线 七条生产线 对 一天的产量将近280多 如果按定位计算的话是280多 那在行业里说是啥概念啊 在行业里面 目前都已经能排到前三甲 前三甲 对 我们一会儿看看 就是全国里面有七条线的幅度 好 我看到七条生产线 这个边是啥样了 首先带你看一下我们家的模具车间 好 模具车间是商业机密吧 不是 不存在 这是我们模具车间的一脚 这全是模具啊 对 全是模具 这只是一脚 那边还有 那如果一个模具十万派的话 那这个车间就是过百万了 过百万肯定过了吧 我们一个模具没有那么多 一个模具平均的话大概在三万 三万 对大概是三万块钱左右 三万块钱 我们现在家里将近有1500副模具 1500副模具 对 快一身数学这是多少钱 1500万 啊 4500万 4500万 我感受一下4500万 这是4500万我这个一脚 数了吗 这一台要多少个 对你忙得很啊 忙得很啊 太多了 太多了 那我背后这些施工厂的模具 那我背后这些施工厂的模具 或者这些施工厂的模具 这个怎么感觉跟其他的明显不一样啊 没有这个是这个就是那个开心的那个 开心的那个 那这边可以看到 那个什么知乎智能警戴的那个东西吗 看不到 看不到 对 看不到 这是我们的然后那个实验室 这是我们所有的原则里面 然后进行检测 这是目前来讲 全国能有那么齐全的设备的话 售价 那你介绍就 就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 售价 行业里面 对 这个是拉伸的 拉伸的 然后解决 然后它的材质 然后拉伸的问题 是能打开看吗 可以打开 这是就是它的拉伸长度 和疲劳 然后基本上 放疲劳所是 对 就相当于是把那个盖子 横着还是竖着放在上 它是用模块 模块 基本上呢也就是 它有一个然后球铁的样品 样品模块 然后在它里面 然后进行做合适的 哦 它就相当于是一部分 对对对对 因为它是做测试样怪 它不能把这个整个 因为它要决定这批生产的 然后测试样怪 后来它看就行了 它并不是把铁盖的 然后放在上面 哦 你这就相当于是解测的一个方法 对对 解测一个方法 那这里面哪台机器就贵啊 哪台机器就贵我还不贵 我只剩下两样的 这是我们原材料的 然后原材料的 原材料的 原材料的解释 因为我们对我们的 生产工艺里面 特别是纱 包括然后贴水 这些 设施 然后每一道程序 基本上都要做检测 而且需要留样 像我们这里面呢 然后这块 然后特别是这个样块的块 好 这个样块 我们这个样 我们这个样块 通过这个膜 就减挂它的求化率的问题 什么叫求化率 求化率就是 它里面的碳的 然后这个含量 必须达于80% 那这样子就能耐瘦蜜 第一个东西 球末做铁和灰铁的区别 主要东西就是 认证就比较强 抗服势度比较强 如果这个样块 然后出现了问题 就是我们在磨的话 它这里面 然后打不到的话 这一种产品 都会有问题 这个是属于达标 还是不达标 达标的 我们所有达标的东西 都在这里面 都在这里面 你看这里面的标签 是2023年5月22号页 5号二页 然后这里面的东西 然后是哪一个炉子 极厚炉 然后出现的 然后这个贴着样块 那就相当于是可追溯的 对 可追溯的 因为虽然我们对材质要求 是比较的 同时我们的产品价格 也是在 荒盐里相对那样 比较高的 因为我们的设备 也是比较的 你看这里面 就是通过这个样块 去检测这里面的 然后含量 焊含量 焊含量 硅含量 蒙含量 瓶含量 瓶含量 这里面每个含量 我们都会出过这个样子 那这个数字是几十二天的 二个人 对 每天我面试过 都能拍的 都能拍的 每天都没有过 那你这个产线是怎么变成的 是按照鱼 还是按照什么来的 气条产线 就是气条 像个炉子也会起来 然后一定要哪样的 产线的一些 就是从开始到结束吗 对 但卤水它这方面的东西 可以护士抵较 因为说不了 因为它有1.5吨的 有三吨的 它大了 它可能就用的少一点 然后呢 就检测它的长大 比如讲这上写的是D400 我们在这里面 然后用这个做压力测试 它是否能够达到达到50 达到40吨 如果能达到40吨 就认为这个产品是合格的 如果达不到的话 这个产品就不合格的 我看它那上面有很多参数 ABCD后面数字不一样 对 就A什么 B什么 就是B什么 这个是A25 A25代表的东西 它就是1.5吨 B125它就代表的12.5吨 然后C250代表的就是25吨 C400代表的就是40吨 这个东西都是通过专业的 这个压力测试机 然后来检测的 压力测试机 它必须根据国标的要求 如果连续的 然后达到它的1 3 然后连续5秒 它就没有任何问题 就注明它的压力是可以 然后进行测试 连续测试5次 它这样不出现裂痕 其他东西 它就代表是正常的 它就相当于是 把那个放在这个地方 把这个放在这个下面的压力 然后通过 然后这块东西 然后来设置 来设置 设置过了之后的东西 它的压力测试 就相当于往下压 对对对 间歇性的压 对 间歇性的压 对 压5次 如果不出现裂痕 就说明这个是可以合规的 对可以受到的 那就相当于这个是拿整体来测试 对 然后前面的是拿部分来车它的压力 它就测块 测块然后来测试 这个东西是争取的 然后来测试 这边的东西就是我们的 然后那个 炼铁水的燃烧炉 这里面是四排 四排的 然后燃烧炉 这个是什么 这个吊壁吗 对 这能吊多少吨啊 这个吨位不大 大概5吨左右吧 5吨啊 对 感觉这还有温度啊 应该刚出来了 哇 看到我们那个是红的 我这个能感受到非常非常热 哇 这温度非常高啊 这应该是把铁水融进去的东西吧 好热啊 我们这个生产工艺就是把原材料通过 然后这个炉子 然后融化 融化过了之后通过这个 这个我们叫转运包 转运包 对 通过转运包 然后转运到 然后那个上面去 那个塑造线上面去 然后通过胶筑 然后冲行 然后冻却 然后就基本上冒筑线就出来了 那就相当于那个小篮子里面装的是那个 从上面我给你介绍 带你感受一下吧 还可以上去啊 感受一下吧 感觉特别不热 这是啥东西啊 这是那个 三杀用的东西啊 不不不 这个就是那个叫 我一时想起来了 这个是放在里面的 过了之后 它就能留一些口弄 哦 留一些口弄 都弄不到 这是我们的铸造线 这就是铸造线 这就是铸造线 这个是铸形的 铸形 我太大了 啊 看我们的模具 模具就是这么来做的 上面上面上面是一个模具 下面是一个模具 这两个东西 然后一铸形 它就会形成一个整体的 然后一个沙厢 整体的这上去上去 上去我跟你讲 注意注意安全啊 啊 今天能看的 这个就是通过这个铸造线 过这个上面一个模的 下面一个模的 最终东西的话会形成什么 形成这两个点 形成这两个点 这是上模 这是下模 这两合在一起 通过这个铁水这块 然后给它浇住 它就会形成一个产品了 知道吧 这两面造型是不一样的 这这边是 坐着的造型 看到了吧 哦看到了 那个这边是盖子的造型 这两个在一起 它就有了一定的空间 有了空间过来之后 铁水 铁水通过这个小控 然后浇下去 它就形成了一个毛皮件 明白明白 哇看到了吗 这是很香的 能感觉到这里非常热啊 那个就是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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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到这个模具里面 前后是不一样的 然后最后 三到五分钟重新以后 就变成了这边这个样子 看 那红色的都是在焦住的 还在往往冒气 看到了吗 我不敢靠近 感觉好热的呀 那个红红的 就是铁水 这里非常热的感觉 这里非常热感觉 你这是人工焦的还是 人工焦 人工焦 感觉那边温度特别高 这个温度一千多度 一千多度 正常的话一千四百度 你踩在这上面有温度吗 有啊 还是热的 但这个不是很热 我摸一下 这个 还是有一些温度的 那边应该更热 这是另一套模具的 走吧 好 它在冒气 我都不敢过来呀 感觉还挺危险的 看到了吗 这边就是冷却线 冷却 对 下面就是冷却线 慢一点 很抖的 这个就是冷却线 然后起那个胶柱过了之后 这大概有60米 这个冷却 冷却过了之后 东西 它的产品 就会通过这个泵木机 把那个沙 给它做一部分的处理 然后就出来了 哇 软体 出来过了之后 东西 出来过了东西 然后在这边 然后工人 然后会把它码做啊 等等一起 出来过了之后 这就像那种毛皮件了 就像这种毛皮件了 这就是毛皮了 对 这就是毛皮了 从那个烧出来就是这样了 烧出来 然后就那个泵木机啊 然后给它 震动 震动的话 把那个沙 大部分的沙都震掉了 只有小部分的沙 然后形成这种毛皮件 那这个东西怎么给它剃掉 这就是沙 最烫 这就是沙 然后再经过下一道的工序 这里面形成毛皮件过了之后 然后呢 我们就给它 把这个毛皮件 给它转移到 然后这个下一道工序来了 这就是下一道工序 这个下一道工序 我们这道工序叫什么 叫泡丸 泡丸 泡丸 就是把这个沙 经过这个泡丸接 然后就给它泡完出来 成干净的毛皮件了 怎么感觉这边雾气特别大呀 这里面沙嘛 打嘛 那肯定有雾气 哦 然后这个搞过了之后 就可以形成这种毛皮件了 就很干净的这个毛皮件了 哦 干净多了 把这个沙都震掉了 对对对 都会形成这种毛皮件 这个毛皮件经过这种打磨 这有的是 然后这种愣啊 这种不规则的 全部给它打掉 这个还好一点 对 嗯啊 抗杀 这个机器就是把这个东西给装掉的 打磨 经过这个打磨 哦 这就泡烂过了 对 打磨过了 经过这边的塗装 这都是在打磨 这边就是塗装了 就是把盖子和做的塗装在一起 这就形成了半成米 这就是塗装的东西 组装过了之后 然后到这边 那就是进气了 这很重的 这边就是进气工艺了 就是把这个放在这个进气工艺了 它通过这个流水面转过来之后 就到我们的进气之间 通过进气之间之后 你过来之后 就是黑色的了 在那边 我们那个进气是水性的 还是它什么类似的 水性的 水性的 这边都是炒装 这边是刚上完漆的 黑色的 这得晾晒的 不需要 这里面烘干过了之后 我们有烘干技术 直接内 你看刚才那个 挂的那个线 看到了 直接内容 然后经过这个机器线 然后出来了 出来之后的东西就是成品了 那边出来出来 这边是风干的 通过这个进气工艺 进气出来之后 东西就是成品了 风干过了之后 我们这个基本上 东西 出来的东西就是风干 基本上差不多了 因为这个流水线比较长 对的 在这里面 它最后要走两圈 这里面有风干技术 风干过了之后 到这边 东西基本上就打包了 就可以打包了 对 那就相当于重复 以前的那个 果然就从开始到这边出来 要多长时间了 走这一步 这个看不同的产品 大概要一个小时吗 不止 如果像这种发生的话 它是分成两阶段的 第一步呢 也从出来毛皮剑 第二阶段呢 也然后从毛皮剑 毛皮剑到风里 像这个风里很快 可能基本上大概几个小时 它就弄出来了 它主要费时间呢 还是风干这个环节对吧 打磨 打磨这个环节 打磨 打磨过了之后的东西 它真正化气到嘴上 大概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对 因为进气线 我们正常是40分钟 哦 嗯 那你们说 换气是两面盆起啊 就让它喷得均匀 还是三面的呀 它进气 就是从那个进气池里面 然后进气 它就是两面进气 哦 它把它放进去啊 对对对 哦 不是喷的 是放进去的 沉浸式的 对 我感觉就是这种下水道底面 它掉色的很少 就算它在地下 每天又磨又烫的 但是它很难去掉色 对 一般它黑色的 金属本质它就是黑色的 对 这个就是我们出货时候 就是这样打包好吗 对对对 出货就是打包好的 哦 这出货时候就这样打包了 那这一个柜能装多少多呀 根据它的尺寸 因为柜的话 它的尺寸和重量 它有要求 因为根据它的尺寸和重量 然后来装柜 这一组是 二 四 六 八 十个 因为不同的产品的高度 对不一样 它的不一样 我们这个产品正常的话 然后如果是圆景的话 大概一吨 一个托盘 一吨一个托盘 对 那这一个多重啊 啊 听 今天这个要一百公斤 要十个就是一吨吗 对对对 这个是92公斤左右吧 92公斤 反正就是大概是这个的 它并不是很准 有可能多也有可能少 这边是做好的 准备发货的 然后呢 它会用这种金属的 知道吗 打三道 这样子更稳定 不容易坏掉 看到吗 它们的做盘 如果出口的话要注意啊 这个是远方实木的 这是流浪狗 好了 你们那个托盘 这雨下拉了吗 你们那个托盘要注意 那个不是出口托盘 我知道 这个不是出口的 我们出口都有免区中的 对对对 下雨了 我们出口都有免区中的 对我看 这都是做好的成品是吧 对 这都是做好的成品 那怎么有的 要残塑料 不有的 不需要查呀 根据客户需求 这全是样品啊 全是成品 成品 对 这得多少个呀 对 我们这个目前的 应该有4000吨吧 对 感觉哪哪都是钱呀 哈哈哈 不讲自然很那个吗 我们都是成品 这不开下没 好 这是我们的 然后不锈钢车间 然后加上猪刀车间 我们接下来去看一下的后隔车间 我这场也太大了 费事件 真的 我这边是 我这边就会是 不锈钢车间